这一排的牛全部下完了 今天早上 凌晨五点钟 最后一头大母牛 就这家伙一下了 这牛犊真可以 很漂亮 这母牛也挺大的 2023年的七头 本来它是排脑六的 结果上面有一头 比它吓得早一天 这小家伙排到老七 还可以 这改良效果真的不错 如果美头牛都像这样 那真的就是 削得合不拢嘴了 让大家看一下 刚刚已经教会它喝奶了 现在正在喝奶 这小玩意 一百多斤 抱不起 刚刚把它推到下面去喝奶 都推不动 这家伙真可以 一对小乌眼 这个骨骄没得说 真漂亮 现在喝奶还不是很那个 毕竟才出生几个小时 还不太会 还要让它适应一下 还找不到啊 先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等一下给它喝的差不多了 看一下正脸 带了一个小眼镜 像一副小目镜 很帅 一头小公牛 这叫我太大了 拿不出来 还好啊 我们自己有了个铸铲铲器 把这个铸铲铲器都用上了 才把它整下来 这家伙真的够大的 够壮实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改良效果还可以吧 直配的 这是我们那头三代总公牛的后代 所以我上次都在说 我那个三代的真的是浪费了 到后面呢 它的这个牛犊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 真的有点可惜了 不过这个母牛也挺给力的 一千多斤 这个母牛也是带着一个小五眼 带着一个眼镜 这家伙下下来就比昨天下的那一头 有它三个大 真可以啊 这个牛 这小家伙可以 好壮实 漂亮 那比之前下的 满月的牛肚都还大 你看那个牛都下了一个月了 比它下下来还要大 这家伙 妈 妈 妈 嗯